因为我要把目录放在文件的最前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 当时回到最前面 这边跳得有点快 当然我们有没有一个更快的方法 就是Ctrl加Home 它可以回到文件的最前面 然后当我点了一下Inter之后 我们来看看目录如何制作 点选参考资料 目录 然后接下来点选什么 制定目录 点好制定目录之后直接按确定 好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 然后其他下面的一些次标题文字内容 这就是目录 现在这样子一个标题一 它是接在目录的后面 所以它在第二页出现 可是我们知道每一个标题都应该在新的一页开始 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是点选常用底下的标题一 而且用滑鼠右键点它 这边有一个修改 然后接下来针对段落的格式 所以点选格式里面的段落 然后分页记得勾断路前分页确定 这样子的话每一个标题一 它都会在新的一页开始 那稍微注意一下 那标题二它不需要有这项功能 所以把标题二的自动更新打勾 然后格式段落 然后分页这部分 把段落前分页关掉 确定 好 那我们现在来简单的检视一下 针对标题一 它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新的一页 标题二呢 它也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那当然每一个标题 它都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那我们的目录相对就要变更了 举例来说 第一个标题一 它应该是从第几页开始呢 我们稍微桌小来看一下 第一个标题一 它应该是从第三页开始 那这边的一个页 怎么样去做一个更新呢 标标落在任何一个地方 就算不是落在目录也没关系 点选参考资料 底下的更新目录 更新目录就在目录的旁边 请记住这一个观念哦 然后接下来在更新目录这边 我建议我们只要点选 更新整个目录 包含标题文字内容啊 包含页码的部分 这边都可以直接做更新 确定 您看在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个标题一的页码 就变更了 是从第三页开始 这就是更新目录的说明 首先我们要先找到一张图片 而且这张图片会随着它的先后顺序 分别加上适当的一个编号 怎么加呢 滑鼠右键插入标号 插入标号之后呢 因为我们习惯哦 在用中文的一个文字呈现 是用图而不是figure 所以建议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新增一个ltm 叫做图 然后点选确定 接下来建议是在这个1的后面 加一个点 好像做一个区隔 图1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直接打进去 也就是说 如果到时候有100张图 100张图全部都要分别去输入 它的一个标号 那张图片应该就是说 说明我们有很多的版本可以使用 在这个地方 我就输入word 提供非常大量的版本 然后点选确定 这图片的下面 就会多了一个编号 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图片 下面放文字 如果说今天边是第三页 这是第四张图片 那这个图片呢 假如说我先建立好 它会变成图3 好 例如说在这边 我们一样插入标号 它会先暂定是图3 可是呢 我们知道刚刚上面 这张图片上面有一张没做 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插进去 这张的图3 就会自动变成图4哦 例如说我现在做给大家看一下 例如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张图片定义为循环图 所以用滑鼠右键点选插入标号 这个编号呢 我们加一个点 然后输入循环图 然后点选确定 这样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叫做图3循环图 但我们知道说这张图片的上面呢 有一张图片我并没有标到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现在才去插入标号 它又会给我们再说一次图3 那刚刚那一张图3呢 就会自动变成图4 我们先把这张图输入完标号 然后再去看结果 所以这张应该是选择适当的 Smart图形类别 也就是全部的Smart 然后点选确定 图3全部的Smart图形 然后接下来刚刚这边 图3现在就会变成图4循环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录 这个图目录要放在目录的下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我就直接输入图目录 做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参考资料 这个时候请稍微注意一下 不是插入标号 插入标号是针对图片或表格 我们赋予给它一个标号 那现在我们都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插入图表目录 记得这个标题标签一定要选对 要选到图 然后点选确定 这样他就会把刚刚制作好的四张图片 形成的一个目录 全部呈现在这个地方 首先例如说我在滑鼠只要停留在目录的任何一个地方 他就会告诉我怎么样去跟内文产生关系哦 也就是按住Ctrl这个按键 所以Ctrl这个按键先按好 然后呢 再点选要去的目录 例如说我现在点一下 不会专业美工也能到简报中 修出好相片的技巧 这是1.4节 好我就点一下 您看是不是就直接快速跳到1.4节 那这就是目录跟内文彼此之间 已经建立好了超连结关系 然后如何快速看到内文的方法